大家倒垃圾通常你都是抓住了这个 你大概知道垃圾车什么时候来的时间 你可能提早个十分钟下楼去 或者是你听到那个垃圾车的声音 就赶快冲出去倒垃圾了 以后可能就不用等或是不用追了 那么现在桃园县全县还有云林县 等五个县市部分地区 已经在垃圾车里面装了卫星定位设备 也就是说我们从手机上面下载一个APP 就可以掌握垃圾车的动态了 环保署说如果效果好的话 要打算年底就把这项新科技 推广到全台湾 连着大包小包垃圾袋 民众好不容易等到垃圾车急忙往里头丢 苦等垃圾车是不少人的苦恼 不过你知道吗 未来用手机APP就能知道垃圾车什么时候来 当垃圾总是抓不准垃圾车来的时间嘛 现在就要下载APP 垃圾车什么时候来都可以随时掌握 为了让民众生活更便利 桃园全县及榆林县等五县市部分地区 这些年已经陆续导入行动垃圾车概念 将垃圾车卫星定位 让民众透过手机APP 掌握垃圾车动态 桃园县环保局呢 推出桃园县垃圾轻运APP 每15秒更新一次动态 可设定三处垃圾车指定点 抵达前五分钟 还会发手机简讯告知 那应该蛮方便的 那你会下载 会会 因为它很方便啊 对啊 就好像我们在等公车什么时候来 我不用在那边一直等待 除了桃园之外 目前全台外还有五线市可用垃圾桶 APP查询垃圾车颁表和动态 只要输入地址 就能查询最近的倒垃圾点 下个月还会加入闹铃提醒功能 如果效益好 还将推广全台 科技始终来自人性 垃圾查询APP 民众大多表示下载意愿高 毕竟现代人生活忙碌 时间就是金钱 透过APP掌握垃圾车动态 就可节省许多苦等时间 接着林一晴胡卫婷 台北参访报导